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都有很多的讲究 也因此引申出了不少的俗语 比如前怀后柳 越过越有 银杏庆宅满地财 门前葡萄子孙多等等 这些俗语主要都是在说怎么样种树 妄财正宅 但其实在种树方面也有很多的禁忌 比如说俗话说 两树夹一房 家败人又亡 那两树夹一房 家败人又亡是什么意思 可信吗 家门前种树都需要避开哪些禁忌呢 下面小酱汁就给酱友们具体分析一下 一 两树夹一房 家败人又亡 有道理吗 两树夹一房 家败人又亡 其中的两只是虚数 由于朗朗上口的需要 说成两 其实并不是说仅仅有两棵树 而是指房子被众多的树包围了 就会对家庭产生各种各样的危害性 埋下来隐患 中国人建造房子很讲究风水布局 包括种树种花都有规矩 不能随便乱种 那么房子周边为什么不能种太多的树木呢 具体原因如下 一 影响采光 房子周围长满了高大的球枝 稳稳郁郁的树 必然那些浓密的枝枝叶叶对房子产生了很强的遮阴作用 很自然的就阻挡了阳光的必要照射 也就阻碍了房子的正常采光 房子能否正常采光 对房子内温度 环境等等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家庭中的环境和人都必须有足够充足的阳光照射 方能够保持比较正常的状态 二 影响通风 房子周围长满了树 会严重影响房子的正常通风 特别是房前大门口和前后左右的窗子旁 如果树木严密的话 就会阻碍新鲜空气在房子中的正常流通 长此以往 房子内的空气就会异常 气味难闻 人就不能正常的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健康 三 安全隐患 过去房子抗冲击能力弱 房子周围如果长满了树 那些地层底下众多的树根 就会对房子的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性 因为树根会慢慢的延伸 直接长到了墙基底下 对墙基和墙壁形成了群起而攻之的先动 就悄然无声地破坏了地基和墙壁 容易引起防倒人亡 四 影响身体健康 如若采光不足 就会让房内阴暗潮湿 容易发生霉变现象 滋生大量细菌 长期居住其中的人 身体也会受到影响 容易生病 比如呼吸道感染 皮肤病 风湿病 关节炎等等 阳光可以对人体产生杀菌作用 让人体温度适宜 心情舒畅 对人体有着各种各样的保健作用 因此房子内不可缺少必要的阳光 五 引发负面情绪 以前农村盖房子都是青砖瓦房 不是太高 因此如果周围长满了树木 就会容易出现树高过房 就似地把房子包裹了起来 如同作茧自负 形同居住在洞中 这种房屋的格局不好 给人一种压抑不畅的感觉 久而久之 就会直接影响到人的心情 这种抑郁的负面情绪 会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 如性格孤僻 内向 抑郁等等 六 其他 比如春夏之际 雷雨多 树木临湿后脑垫 人在树下不安全 容易遭遇雷劈 还有些树木容易招惹 昆虫文营 经常会有虫屎 掉在地上 污染环境 如何破解 两树甲乙房的困惧呢 其实很简单 把靠房屋太近的树木 砍掉 或者移植到 其他合适的地方 总之 两树甲乙房 家败人有王这句谚语 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房屋主要还是让人居住的 要讲究移植的因素 采光 通风 环境卫生 都是建造房屋前 需要考虑的先决条件 马虎不得 二 种树位置的禁忌 一 院子中央不宜种树 院子中心不宜种树 树根会迫害平坦的院子 大树居中 容易挡掉房子的阳光 不利于采光 另外 如果是落叶树 经常掉叶 难于清扫 也有爱美观和卫生 此外 正对自家大门的位置 也不适宜 二 宅前不应有树倾斜 如果宅前有倾斜树 说明住宅所受的阳光 有特定的角度 树木的生长中心 总要在一个固有的方位 假以时日 很可能树干不能支撑树枝 也存在安全隐患 三 前门不宜有枯树 假使所有的树木 均枯萎 败秀 那可能此地的地气 存在问题 人居于此 则人的运气 也会依其运 而旺衰而运行 另一方面 枯树在门前 在视觉上 心理上 都形成阴影 影响一家人的出行情绪 久而久之 则对居住者 会造成不利影响 四 窗前不宜有树 窗外的婆娑树影和斑驳光影 会带给居住者清爽的心情 但要注意的是 树不宜太贴近窗子 否则会招致淫湿之气 不利于居住者的身体健康 住宅与树要形成一个友好的关系 古人说 树向宅则急 背宅则凶 如果一棵树是在与住宅争生存的空间 那么它必定与住宅形成背离之事 而相反 如果树与宅是友好的 则二者互相拥护 三 种树种类的经济 一 枯木树 枯木树意思就是 你家的外面有枯死的 或者病死的树木 这样的树木对你家的风水 肯定是有影响的 首先我们可以想象 如果在我们家的门口 或者周围看到了枯死的树木 肯定是不吉利的 而且也影响美观 其实如果我们家门口 发现了枯死的树木 在风水上来说 对我们的平安 健康气场 也是存在着影响的 二 压顶树 压顶树显而易见 一棵大树长到一定的高度后 它的树枝分叉 把你家的屋顶全部盖住了 这样的树 对你家的风水 也是有坏处的 三 爬墙树 树的分叉之夜 已经碰到你家的房子了 称之为爬墙树 很常见的就是爬山虎之类的绿植 它爬满了你家的墙壁 同样的也影响了你家的风水 爬墙树其实就像你家的房子被树木覆盖住 那么爬在墙上的植物会倒走你家中的气 也就是欺压你家的气场 虽说爬墙树不一定会伤害到你的身体 但也是风水上比较忌讳的一个煞气 四 不吉树 风水中有四大凶树 当你家的房屋外面出现了这四种树 你就要注意了 松树 我们称之为招魂树 往往重视于阴宅旁 槐树也叫鬼树 大铁树又叫强盗树 你看那一根根尖刺对准了你家 玉兰树称之为妖树 开门一见玉兰树 就像开门看见头戴白花的女孩 非常不吉利 四 最适合种在院子中的四种树 一 出门遇贵人 进门有好酒 有些地方老祖宗留下这样一句顺口溜 出门遇贵人 进门有好酒 贵与贵同音 所以人们喜欢在院子或者门前种一棵桂花树 既能观赏又能取一个好一头 出门就能见到贵 桂花除了友好的意义以外 还有很高的观赏价值 花开的时候香气吸人 能让人心情平静 有助于睡眠 所以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种桂花树 互大互小 成为庭院中不可缺少的花卉之一 即便有些人家不在院子里种桂花 也会在门口种 每年进入花期 家家户户都能飘香不断 秋天是栽种桂花的好时间 种下很快就能开花 要是错过了秋天 春天也可以栽种桂花 虽然种下以后不能马上开花 但成活率高 秋天开花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要是你家有院子 又想种高大一些香味好闻的花卉 那就等春天暖和以后 种一棵桂花吧 二 家有罗汉松 世代不受穷 老祖宗说得好 家有罗汉松 世代不受穷 所以喜欢罗汉松的人越来越多 家里有院子 只要适合种罗汉松 就不会错过 人们之所以喜欢在院子里 栽种罗汉松 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 罗汉松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清秀挺拔 有独特的傲人之气 寿命极长 是万年长青平安吉祥的象征 另外一个原因是 罗汉松会结出一个个罗汉一样的种子 这些种子由绿变黄 由黄变紫 生态各异 由守财守平安的寓意 罗汉松喜光 院子里栽种时 最好栽种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中 光照不足时 枝叶涂长 叶子变窄变长 观赏价值就会降低 但罗汉松小苗怕强光暴晒 光照过强天气过热时 容易晒上叶子 所以养成年的罗汉松 基本不用管 做好修剪造型工作即可 养罗汉松小苗 天气热应该适当的遮光掩护 三 玉兰海棠门听心 家里有院子 非常适合栽种玉兰和海棠 以前达官贵人的庭院里 必种玉兰和海棠 这样才能门听心望 高枕无忧 要是你家里也有院子 考虑种一株玉兰和海棠吧 一 玉兰 玉兰的花期在早春时节 鲜花后叶 观赏价值极高 进入花期的玉兰 像一个个下凡的仙子一样 挺挺玉丽 散发出近人心脾的香气 玉兰高贵大方 花色素雅而飘逸 自古就很受人们的喜欢 玉兰奈喊能力比较好 适应能力强 南北都能种植 二海棠 我国栽种海棠的历史也非常的悠久 是亚苏共赏的名花之一 海棠是古时庭院必种的植物之一 被称为花贵妃 可见它地位和容颜之高 即便是现在 海棠依旧很受欢迎 有院子大多会种一颗海棠 春天的时候赏花 夏天的时候赏夜 秋天的时候尝果 总而言之 树不能乱种 否则必遭殃 如果你家有条件 要在家中种树 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 今天的内容 千万别犯以上的这些忌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